SUV 算是现在最火热的其中一款车型 主要是因为SUV 空间较大 空间运用方面也比较灵活 加上普遍上大家觉得 SUV 比较大量 比较安全的观念 让许多人从轿车改变信仰 换上SUV 那也因为SUV 盛行的关系呢 我们开始一直看到 All-Wheel Drive 还有4-Wheel Drive 这个字眼 一般来讲拥有四驱系统的车子 在循迹表现上会更加的出色 跑快比较稳 过弯也比较定 但是其实现在的四驱系统已经是做到很聪明 同时也发展出对应不同用途的几种形式 今天这支影片就让小明我来教大家辨认一下 现在的四驱有几种 然后它们又有什么分别 首先就来讲一般城市SUV 所使用的 40 四驱系统 Real-Time 4-Wheel Drive 这一类四驱它的结构 相比其他的4Wheel Drive 是比较简单的 堪称Auto版的4Wheel Drive 啦 因为它简单 它整个构造的重量也减少了很多 而且它的体积也比较小 也适合用在前驱平台上 也就是一般的轿车底盘都可以容纳它 它也是一个比较智慧型的四驱系统 电脑会自行去切换二驱与四驱模式 不过有一些车官 它还是具备旋扭或者是button 来切换这个模式 你平常这样子开的时候 为了照顾油耗 这一类的四驱系统 它的扭力输出 基本上都只是传到前轮而已 就是一辆普通的前驱车 又或者是后驱啦 只有当你遇到驱动轮打滑 或者是需要脱困的时候 这个时候系统才会介入实现这个四驱模式 把扭力也传到另外两个车轮 可是由于它没有四驱系统的那个中央差速器 并没有办法做到锁止功能 因此扭矩分配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 脱困能力也是比较有限的啦 而全时四驱就算是所谓的all wheel driver 顾名思义就是四个轮子都是驱动轮 随时随地都一直保持着四驱的状态 这个系统它有中央差速器 在前轴和后轴也各有独立的差速器 来把这个引擎的扭力输出分配到四个车轮 简单来讲 全时四驱就好像一直都在用 四只脚走路 而四时四驱是大部分时间都用 两只脚 偶尔才会 四只脚 看到差别了吗 所以理论上来讲它的行驶稳定性更高 在湿滑的路面上它的通过性 还有安全性也更胜一筹 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越野能力的话 那你要看的是分时四驱的 分时四驱的这个分时 它指的其实是车主能够自由选择使用 4WD 四轮驱动 还是2WD 二轮驱动模式 通常是透过车内的旋钮 或者是操作感来实现 那这类四驱系统才是真真真正正的 真四驱 它透过硬件来实现两驱与四驱之间的切换 真正的硬拍越野车 像是皮卡还是越野 SUV 使用的就是这一种了 这种四驱构造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智慧型 但是硬件就比较多了啦 像是有这个机械式的叉速锁 机械式的LSD 啦等等 重量增加了 但是好处是车主有自主权 能够自己换模式 而且分时四驱一般上还有 2H 4H 以及4L 三种档位 分别是两驱高速四驱 低速四驱三种形式 其中这个低速四驱它是有自己的 Transfer Case 分动器 而不是使用变速箱来操作 等于好像是有两个牙箱这样子啦 如果你是要爬山啊 进巴啊 越野啊 那这个低速四驱它可以让你更容易的 增幅湿滑的烂泥 还是这个高低不平的曲曲路 相比之下呢 你的SUV的这个OVD 可能这时候就一直在打滑吧 这一类四驱还有一点就是脱困能力更强 因为它有机械式的叉速锁 能够做到锁止功能 我们都知道的叉速器 也就是LSD 能够让两侧的车轮 以不同速度转动 保证车子的转向行驶能力 而越野方面则能够更容易征服烂泥 或者是高低不平的路段 只不过当其中一个车轮悬空空转时 LSD 会把所有的扭力传到这一个空转的车轮 有抓地力的车轮却得不到扭矩 你的车就完全start 着了 但有了锁止功能 它就会很单纯的把扭力 50比50分配到两个车轮 让两侧的车轮同时拥有相同的动力 你就能脱困了 而且一般上这种硬派越野车 所使用的非承载式底盘 车身下面还有一个H自行的钢材 来抵抗那种极端路段 防止这个车架扭曲了 那缺点就是它整体的乘坐质感 还有舒适性 并没有一般的都会SVP 好 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 这一类越野车的行驶质感 已经是越来越好了 我们就拿最极端的pick up truck 来坐立直好了 以前的皮卡主要是拿来上山下水 就是拿来找吃 拿来出用 所以以前的皮卡只要够省油 够省心 够耐用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现在买皮卡的消费群 开始有所不同 越来越 所以现在的皮卡越出越帅 和以往皮卡给人那种简陋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 你不只要长得帅 你还要有很强的预演能力 就来过积水的深度 都有所讲究哦 据我所知 现在的这个皮卡 原装车的涉水高度 就已经蛮强了 好像我身后的这一辆 现在的E-SUZU DMAX 就可以做到800mm 不中水灾 都不用放在眼里 而且其实现在的皮卡越做越舒服 我所开过的 目前市场上最新的皮卡当中 像是刚才我讲的这一辆 刚推出不久的这个DMAX X Terrain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而旧款的DMAX相比 它的改变真的是很大 你一进到车厢里面 整个氛围和豪华感 已经是轿车等级 甚至还好过一些入门轿车 还有像是NVH 隔音表现啊 振动抑制表现啊 方向盘手感 就连这个座椅的柔软 还有坐姿这些东西的 也已经是可以和轿车比了 开起来的感觉 也不会输给都会SUV太多 顶多只是这个引擎质感啊 还有底盘的细腻度有差别而已 而且不止开起来不输给SUV 我觉得现在的皮卡 在拥有接近SUV的舒适同时 你还可以在做了休闲活动以后 比如说去钓鱼啊 去沙滩啊 还是去瀑布玩啊 玩了过后 把你沾了泥巴 还是很多沙的器具 或者是配备 直接丢在后抖 不用担心弄脏你的座舱 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皮卡它反而比SUV 多了一份灵活性 但是最夸张的 还是在这个配备上 好像这辆DMAX X Terrain 就给到你电动调整座椅 出屏主机 Apple CarPlay Reverse Camera Remote Engine Start 甚至还有先进主动式安全配备 什么前方控转一景啊 自动紧急刹车啊 车道便宜警示啊 车側盲点侦测啊 后方横下来车警示 自动远近光灯 甚至还有主动式的定速循環 和低速跟随功能 哇 这些功能你要再贵很多的 这个Full Spec SUV 才会看到哦 连我看了都会有点怀疑 它是Pick Up Crown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个四驱系统类型的分别 所以不是说有AWD 它就一定可以进吧 还是要看的 至于哪一个比较好 其实没有这样的说法 没有最好 只有最适合 最重要是看你自己的需求在哪里 也可能看你住的地区环境 需不需要用到等等 那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帮到大家 觉得这支影片让你学到东西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然后分享出去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补充 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还没订阅的朋友们 也请支持我们一下 点击这个Subscribe Button 顺便打开那个钉钉啦 小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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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有新的影片的话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了 我是小明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Bye by bwd6